現在就要進入重點 古時候喜歡考這裡 但現在課本重改過之後 就考的比較少了 叫做地下水 地下水就是儲存在地底下的水 不是廢話嗎 地下水來源有幾種 你只要廢第一種就好 雨水 地下水的來源是來自於雨水 又稱天水 地下水幾乎全部都來自於雨水 所以你就考試就問你 地下水哪泵來的 你就說是雨水來就夠了 其他兩個我多講就看看就好了 鹽層水 層積作用在裡面的時候 被包在裡面沒有跑出去的水 它像化石一樣的被保存下來 所以又稱之為化石水 就是在那個鹽層形成的時候 就在裡面包在裡面的鹽層水 還有一種叫鹽漿水 就是那個鹽漿釋放出來的蒸氣 鹽漿的那個氣裡面有很多的水 它那個水氣凝結了 叫做鹽漿水 這個後面兩個就看過就算了 重點就是考試問你說地下水哪碰來的 你跟我說是哪碰來的 雨水來的 OK 那麼這邊就是我們前面講過的 最多的淡水資源是誰 地下水 人類最早能夠用的就是 河川跟湖泊直接取 所以最早可以用 但是事實上誰比較多 地下水比較多 但是地下水要去挖什麼什麼之類的 這邊取了一個密西西比和的歷史 那個鞋子看過就算了 沒有關係 那只是要告訴你說 你覺得那個河好大喔 流量好多喔 水好多喔 可是事實上儲存在旁邊的地下水 更多 更多 所以講這個而已 講這些事就是說 其實大部分 我們大概10比1啦 大約10比1 就是地下水10 河水湖水才一而已 誰告訴你說地下水多 所以前面要你背嘛 前面要你背這個阿 看過這個表 請記得 看完這個表之後 我要你背3個東西阿 最多的水 最多的海 最多的水 找一位帥哥男 帥哥男舞喔 5 21 21 幾粒 最多的水 最多的水 你說什麼 大海海水 你說喔 第二句 最多的淡水 我剛才已經有暗示過答案了 最多的淡水 可愛的小女生 No.4 4號 最多的淡水 起立阿 最多的淡水 誰 你說什麼 冰川 冰川 請坐 冰川 這個我剛才也報過答案了 最多淡水支援 多兩個字淡水支援 誰阿 帥哥男 帥哥男 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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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淡水支援 誰阿 地下水 請坐 地下水 好 好 這是我們前面有你背過的 好 地下水重點 地下水受到 進到 進到地上 受重力往下 升到地底下 儲存在岩石的孔隙中 什麼叫岩石的孔隙 這個圖 地下水不是 地下有個大洞 裡面裝滿了水 不是 地下就是石頭 它就是在石頭裡面 就當你拿一塊海綿 看到是一塊海綿 壓到水裡面去拿起來 看起來還是一塊 海綿 可是裡面有水對不對 在海綿 在海綿本身裡面 洞洞裡面 對不對 這個岩石的孔隙中 然後呢 還有什麼 上去有幾個裂縫 好 有裂縫 可是地下通常都沒有什麼很偉大的 裂縫 因為被壓得很緊密嘛 所以就看一下岩石的孔隙 它就是石頭 就是放在石頭裡面 就是石頭 它就放在石頭裡面的 當會有一個照片 就這個 湧泉 你們已經不會去了 你們從有異大之後 你們就不會去墾丁了 畢然你就不會墾丁 在異大就不動 以前學生會去墾丁 然後會去射底 射底自然公園 這個叫湧泉 湧泉 那個湧泉是什麼東東呢 這是一個失敗的照片 我拍了兩次 第一次沒有水 第二次有水 可是你快看不出水的感覺 它有一塊大石頭 上面下雨下下來 水滲到石頭裡面 受重力往下流流流流流流流 以下一個小洞 會在洞裡面流出來 所以水量夠的時候 就會有水 就會有泉水會流出來 叫做湧泉 叫做湧泉 湧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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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會流出來 再告訴你什麼 地下水是存在哪裡 岩石的孔系中 往下挖到什麼 就是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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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不是一個大洞裡面裝滿水 叫做地下水 它就是一個石頭 它是放在石頭裡面 叫做岩石的孔系中的意思 聽懂嗎 聽懂 就是放在石頭裡面 我給你解釋 岩石的孔系的意思 OK